李燕离婚三年惊爆到克里岛度蜜月。她甜笑衣威帽子男照片遭起底身份居然是她。 李燕近日惊爆与同聚男星热恋交往,两人还一起去克里岛遭拍到,虽然事后两人都否认,但有民众留言当天就有看到女生勾她的手了,有被拍到多张李燕仅靠男生的照片,男方身份曝光后让大家说原来是有蹊跷,两人从之前就一直在传恋爱说了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李燕和赵俊亚在三立八点当一家人感情纠葛,但在戏外粉丝都超希望两人可以在一起,在1月多杀青酒时李燕就已经自爆有喜欢的人,而且还是同剧演员,当时大家都在猜测是高宇珍的前男友赵俊亚,高宇珍当时听了一句话。 直说哥,真假?不可能吧?感觉他们两个没有交集呀。随后还开玩笑说他一个小咖怎么追得到我们一姐。 赵俊亚之后也澄清自己是基督徒,绝对没有追过李燕,但是戴在李燕是个好女孩,也没说死两人又无法斩关系。 隔了三个月后,现在拍到两人同戴帽,穿牛仔短裤,以情侣打扮现身克里岛,爆料者甚至提供了两人亲密照片,只见李燕自然的手搭在她肩膀上,散发出一种暧昧的气息。 李燕在克里岛游玩时,也不吝啬地秀出骄傲身材,只见她穿着比基尼站在清澈的沙滩中,赵俊亚也同时打卡在克里岛,分享多张冲浪照片。 之后两人站在一起得合照可以看见李燕与赵俊亚靠得很近,脸上也是满满的笑容,之后李燕又分享一张练习平衡感的照片。 卸下没有想太多,站上去就是了,最多就跌倒受伤,勇气要有,跟谈恋爱有一曲同工之妙,让不少网友觉得李燕是不是想勇敢追爱了。 两人从克里岛返台时,李燕与赵俊亚也被拍到一前一后的出来,克里隔了20分钟才离去,两人都在大批的同行的男女边木旦簇拥下现身,但赵俊亚看似相当的轻松,还大仿地在车子旁整理行李,李燕则是穿住新娘短袖大夫离去,不少粉丝看见他。 看了都相当期待两人练习能够成真,好好谈一场恋爱。 之后李燕坦成人就在克里岛,但否认和赵俊亚一起同游,斩定截铁说了三次当然不是啊,但已听到有被拍到与赵俊亚的合照,他画风一转立刻说是遇到的啊。 真的啦,我遇到很多台湾人,但听起来似乎有点牵强,不少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想保护恋情,所以才比较不看白,他之后无奈地说将了你们又要把他放大啊。 但有人爆料留言那天陶鸡出镜和海关排在他们正后方,就看到女生有勾他手了,当时还不知道女生是谁哈哈哈哈,只记得她的包包,刚看了一下照片就是这个深绿色的Vgarry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